近日来不断传出中国籍研究员与美国校园或者企业窃取机密 更或者研究员本身与中共解放军就有所关联 所涉及的资料更与军事相关 使得华盛顿当局不得不提高警觉 而为了要应对中共的间谍行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总统川普正在考虑要对中国留学生采取限制措施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知名对中英派蓬佩奥早前就表示了 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盗取知识产权 导致美国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 导致美国损失了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工作职缺 而昨日接受电台采访时 蓬佩奥再提及中国学生间谍仪式 表示川普政府或将会收紧外国留学生签证 他表示了解了不是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听命于中共办事 可是华盛顿当局仍然需要做出应对措施 而在蓬佩奥针对限制中国留学生仪式进行发言之前 就已经有校园开出了第一枪 自由时报指出 美国北德州大学在8月26日宣布切断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关系 并且即刻驱逐所有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委员会所资助的公派访问学者与留学生 限制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要离境 根据德州当地媒体丹顿记事报报道 美国北德州大学26日突然地发信通知 校内15位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经费补助 赴该校进行访问研究的公费研究人员留学生 北德州大学已经结束与该留学基金会的合作关系 并且已经通知美国官方 这些学者的交流计划当天就到期 即日起撤销他们的J1交流访客签证 切断他们使用学校email、伺服器以及其他资源的所有权限 研究人员如果要返回校园收拾个人物品 也必须要在他人陪同之下才可以进入校园 北德州大学发言人博谢德强调 这起事件只影响了15名领取该特定基金会补助的访问学者 并不会影响其他在校就读的学生 校方仍然持续地欢迎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访问学者 但是校方也没有详尽地说明 为何会突然地中止合作关系 在中美角率持续升级而且不断地传出中共势力渗透校园的背景之下 美国校方似乎在当局提出行政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提高戒备 由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在8月30号平安落幕 昨日美军特别公开夏威夷海上进行沉船演习的片段 画面十分壮观 苹果日报报道 在这次沉船演习之中 选择退役的达勒姆号两期货物运输舰当作靶件 达勒姆号的服役年间为1969年到1994年 这次演习中 联军以鱼叉反舰飞弹击中箭身并且引爆 参与军演的澳洲皇家海军指挥官海依旧表示 虽然模拟是军演中重要的一环 但是没有什么会比实际射击来得更好 而相关影片释出之后 让外界再次聚焦 世界两大经济体在南海的军事角力 自由时报指出 中国本周在南海发射了四枚弹道飞弹 美国国防部在8月27日发表声明 宪泽此举是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 美军飞弹驱逐舰马斯廷号 则是在27日驶进了南海的西沙群岛海域 以行动挑战北京非法主权声索 中国央视军事近日报道则称 美国军舰马斯廷号擅闯中国西沙领海 被解放军警告驱离 更称美军在印度洋、太平洋等等四大据点 想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网兜行的围堵 央视军事指出 美军不断地在印太地区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实际上主要是依靠的就是四个军事基地 第一个西北太平洋据点横须鹤基地 第二个西太平洋据点关岛海军基地 第三个西南太平洋据点位于澳洲的达尔文港海军基地 第四个则是印度洋据点 英属领地迪耶格加西亚岛 报道引述中国军事专家杜文龙分析 这几个基地构成了一个岛链效应 围绕在中国周边 美国与盟军把综合性基地进行了联合开发、联合建设 主要的目标是半环形趋势 对中国周边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与挑战 在中美角力升级 中方对南海以及台海威胁提高 军演频繁的现在 美方的军事行动也是备受关注 自全球工位危机爆发 澳洲要求筹署国际团队赴中国调查病毒起源之后 两国关系就急速下降 而近日还传出了身为澳洲公民的华裔主播 遭到中国以不明原因拘留 综合中央社与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效力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旗下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陈磊 目前正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澳洲外长佩恩表示 上周四透过视讯向被扣留设施内的陈磊 提供了探访与协助 不过澳洲当局并以隐私作为原因 拒绝透露陈磊被监居的原因 现年45岁的陈磊 10岁时就随父母定居澳洲 拥有澳洲国籍 2012年开始为中国官媒服务 本次遭到北京当局实行了监视居所 是一项形势强制措施 是指嫌疑人在期限之内不得离开指定区域 并且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强制方法 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藤彪表示 中共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之中 把监视居住条款细化 加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众多异议人士以及维权人士 都被这一条恶法迫害 他本人在2011年2月 因为参与茉莉花运动被监视居住 其间被酷刑审讯以及折磨 当时外界完全无法知道他被关在哪里 是什么部门负责办案 他说所谓的办案人员 在设施内施加肉体 以及精神酷刑时是没有底线的 被捕人员如同是人间蒸发 而外界部分人士猜测 陈磊事件与中澳两国近期紧张关系有关 有报道就指陈磊没有被中方落岸起诉 却遭到居所监视居住 而昆士兰邮报今日报道 澳洲政府其实在不到两个月之前 才发出了警告 表示中国当局可能会任意地 居留当地澳洲公民 澳洲广播公司7月也曾经报道 位于中国境内的澳洲公民 可能会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牺牲品 报道还强调澳洲公民急了撕皮 稍早就被中国以贩毒罪名判处死刑 澳洲籍华人作家杨恒均 也在今年3月份被控告从事间谍活动 陈磊事件杨恒均之后 已知的第二名被中国拘留的澳洲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在中国环球电视网网站 搜寻陈磊的名字 点击相关条目之后 只会出现找不到网页的资讯 其相关资讯已经被悄悄下架 在中国湖南省 单单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超过660位律师 遭到注销职业症状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据传本次当局大清洗 事起因于今年4月份 山东烟台杰瑞集团副总裁 兼首席法务官包玉明 卷入了性丑闻 包玉明除了是杰瑞集团高层 同时也是中兴通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事件曝光之后 杰瑞集团以及中兴通讯 都已经宣布他辞职 之后中国司法部借这起事件 启动了专项清理行动 把矛头指向专职律师为规兼职 与律师事务所以外的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 以及在丧失中国国籍之后 隐瞒不报 仍然以专职律师身份职业 有律师认为 当局的举动 有助于打击中国法律界的乱象 但是中共当局常年来 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 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 所以本次大举注销律师执照 引起外界担忧 像是当前有不少的中国律师 尤其是从香港北上职业的 本身都具有境外职业资格 甚至是拥有外国护照 但哪有他国护照或者兼职 也未必违反专业操守 曾经被指控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而被除牌的 湖南人权律师谢阳表示 本次当局打击 因兼职和持有外国护照的律师 并不是为了收拾维权律师 但是肯定的会把具有相关思想状态的人 也要求他们把律师证全部撤销 湖南省一共有16000多名律师 根据了解 过去四个月 一共有超过1200名的律师受到了影响 除了湖南 中国全国各省市都有类似的大清洗行动 有法律界人士形容 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利益 而不是党的利益 听党的话 当律师兼职清洗完成之后 就是律师名存实亡之实 香港通事科内容在早前进行了大修改 对于中国以及香港 近代政治历史进行删减 甚至删除了三权分立 等等重要民主价值字眼 引起了舆论的不满 但是纵观中港政局的历史 或许就会发现 中方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苹果日报报导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今日在记者会上直接的表示 香港并没有所谓的三权分立 她强调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关 互相配合并且制衡 但是都要经行政长官 向北京中央负责 可翻查资料就能见到 首任中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 中审法院前常任法官陈兆凯等人 也曾经说过香港实施三权分立 现任中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 也曾经形容 基本法清楚地定名三权分立原则 林郑今天却表示了香港并无三权分立 还说到过去有人认为香港存在三权分立 值得是所谓三权分工 而三个机关最终都要通过特首向中央政府负责 而相关发言其实在过去也曾经从习近平的口中说出 苹果日报另一则报道指出 2008年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香港 发表了三权合作论 致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香港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 当时任主席的大律师工会就曾经发声明反驳 指出司法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一部分 2014年 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国两制白皮书》中再提三权合作论 2015年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指出 三权分立只建立在主权国家 而香港并非主权国家 而且特首是双首长身份 具有向特区以及中央双负责制的责任 2017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表示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不是三权分立 而是以特首为核心的行政主导 2019年朱关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 在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 与北京召见林郑时也暗示了 三权并非独立 纵观中共官员的发言 再看到今日林郑公开的以香港特首身份 直言香港并无三权分立的模样 就可以发现中共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以同样的论调面对香港 从未真正的达到港人治港 林郑于今日发言还提到了 由他所领导的县界政府开始 非常重视正本清源 搏乱反正 或许这也暗示了 香港在面对港区国安法之后的生活 才正要开始转变 最终或将会与中国大陆内地毫无区别 在中美角力中持续抱持中立态度的欧洲多国 成为了两国拉拢的目标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接连地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后 出访西欧诸国 但是此行似乎并没有达到加分的效果 反而接连地受到了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 不过中国方面也并没有因此放弃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将会从今日起访问缅甸 西班牙 希腊 持续地寻求盟国 法广报道 在全球公位危机 以及美国围堵的影响之下 中国今年在外交上遭遇挫折 杨洁篪以及王毅都加强了对外访问行程 其中杨洁篪六月间一度前往夏威夷 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 进入八月之后 杨洁篪已经在19号到22日 访问新加坡以及韩国 不久之后 王毅从8月25日至9月1号 一连访问了意大利 荷兰 挪威 法国 德国等等欧洲五国 时间长达八天之久 被认为是北京选择欧洲作为突破 试图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围圈 而王毅的前脚才刚走 杨洁篪后脚就将要访问西班牙与希腊 但是王毅访问欧洲的行程 无法称作顺遂 BBC指出 王毅所到之处都有人权团体进行抗议 多国代表也先后地 向王毅提出了华为 新疆人权 以及香港示威浪潮等等敏感话题 而王毅在挪威 针对香港人获得提名禁逐诺贝尔和平奖一事 警告了外界不要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再度引起舆论反弹 另外又言辞批评 杰克参议长访问台湾 重现了战狼语气 而报导指出 欧洲多国在本次王毅到访的事件上 表态显示出他们都在尝试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取得平衡 尤其的是在华为与香港局势等等敏感话题之上 当前美国试图拉拢欧中盟友建立民主阵线反制中国 中方则是极力地避免美欧对中国上形成统一阵线 对欧洲多国来说 或许仍然在两大势力中寻求出路 而杨洁篪访欧的最新动向也值得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